全球遊戲實況領導品牌Twitch 現在可不只有直播遊戲 不論你是想下廚、想唱歌 通通可以透過Twitch平台來直播 只是該如何讓觀看能數提升 讓我們有請實況界的大佬六炭來教你吧 哈囉大家好我是六炭 我現在是一個錄錄實況主 Twitch這個網站 其實它的前身就是我剛剛說的JustinTV 那JustinTV最主要創立也是 他就是做一個直播網站 但是因為我開始用我剛剛的方法去直播遊戲 所以他後來就覺得說 遊戲應該是要獨立出來變成一個可能 就是品牌或者是專門播網站 所以那時候就有Twitch 那Twitch回來就是越來越大 因為遊戲直播才算比較主演這樣子 然後JustinTV就收起來了這樣子 那收起來之後 Twitch才開始有慢慢的越來越多分類 就是讓大佬比較多演化 人氣超高的六炭認為當實況主 應該具備何種條件呢 如果只是當實況主的話 我覺得是沒有門檻 就唯一的門檻大概就是 電腦要可以開直播 大概就是這樣子 如果你要成為就是Partner的 就是Twitch的Partner這樣子 就是他們可以在你的頻道裡面放一個通告 然後同時你會獲得Friendin的話 那你就會要到達一定程度的門檻才行 所以那個就可能要 稍微努力一點去聯繫一下 海台次數到一個觀眾數這樣子 然後再去跟Twitch的升級 其實我覺得這個如果是你要開場 願意 然後真的想要進行的話 會遇到最大的困難就是 那個興趣 因為實況主是 很及時的會看到就是 觀眾就是在 大概是會發演 所以 比起比如說上電視的 他在錄的當下 他不會被這些干擾這樣子 那所以我覺得實況主就是 很努力要訓練 就是盡量不要讓自己的情緒受到影響 那麼如果想像六炭一樣人氣超高 該怎麼做呢 這種機運是蠻重要的 目前看來會成功的 歷史大部分都是會驚發 就是突然看到這個驚發 所以才知道有這個人 實況界裡發胖的實況主 似乎越來越多 自己認為這是什麼現象 我覺得實況主有很多人會說 實況主直接傷害就是發胖 我覺得那是 XXX 這是個人的問題 對 很多實況主都發胖 但是也不一定就是開始的問題 就會發胖 很多也是因為 年紀越來越大 擔心越來越差 目前在網路電視台 擔任節目主持人 會不會想更進一步的 擔任電視台主持人呢 去電視上主持的話 我可能 比較沒有辦法 因為我覺得那個人主 就是 還是要有一點 就是 各方面的知識跟 就是 擔心這樣子 那 我覺得我可能就比較去現在 可能電玩類似的節目 或許還可以 而身為同樣是知名實況主 鳥屎的表哥 有沒有覺得兩人 誰人氣比較高呢 我覺得他人氣滿 會 會 有機會會比較高 因為他的 會的東西 比較 比較多 他會 他會模仿 他會唱歌 然後 他會 煮東西 就是 都是一些比較 外 外顯的一些 就是特點這樣子 最後 六趟有沒有什麼話 想對聽眾們說 那如果你們有錯 或者是 或 獲得一些開心 或者是有 就是 覺得 平台 就是很開心 這樣子 那就是最好的 就是 謝謝大家 東新聞 台北報導